這裏示威的訴求呢 今天其實我們示威有幾大訴求的 第一 我們覺得女性的恐怖是很天生的 一種女性身體 我們要女性自主 但是竟然被人告她是一個凶雜事件 我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方寬 這件事的原由就是警方濫告濫告的開始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法官的裁判結果 我們非常之無奈 因為我們覺得事主其實是有 在一個案發現場叫了非禮 但是警方不理 法官不民 到最後竟然恐怖和非禮的事主 是變成一個被告的被告人 他們變成一個兇手 這個簡直令我們覺得非常之可怕 最後我們作為婦女團體 我們非常關注這件事 不單止因為是恐怖問題 我們過往的性暴力性騷擾案件已經不斷增加 警方一路都是漠視 我們的性暴力性騷擾的受害人 今次的事件一開才來 不分男女 他們的身體都可能 本來是被非禮被侵犯被騷擾 被暴力侵害的時候 如果已經變成了一個攻擊性武器的時候 此先例一開 香港社會是非常之可怕 是法治的崩潰 人權的侵犯的 我們是非常之不滿意的 對於這個裁決 因為其實這樣的一個做法 將會令到女性出來 在社會那裡參與政治事件 和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 有很多的憂慮 因為在裏面 如果女性只是叫非禮 來去保護自己 但是會被演繹為 你是煽動混亂的話 這個是令我們非常之震驚和遺憾的 因為這樣做的話 你會打擊女性日後 在社會上的參與 和他們的正義參與權利 會被剝削 還有我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在這件事件裏面 當事人認為警察是有性騷擾 是有撞到的胸部 這件事是沒有被處理到 反而是被誤告成為襲警 我們覺得這個裁決是非常不滿 和相當遺憾 有報導指示 那位女士主 沒有向警察投訴幫助過 所以為什麼她都沒有跟進 為什麼可以再處理 至於女士主 在當場 她會就與裁割上訴 還有在當場的時候 她叫了非禮 那為什麼當場的警務人員 她不會幫忙 不會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已經是當場的時候 警務人員究竟 是不是在保障市民 示威遊行的權利呢 還是說她是用這個方法 去驅散示威者 恐嚇示威者呢 在過往的一些社會行動裡面 都很多時候會發生這種問題的 那究竟警察怎樣執法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到警察總部 就是要詢問究竟警方 是怎樣會處理這些事情 日後如何保障女示威者 在社會行動裡面 不會受到性騷擾和性侵害 無論來自警方的 或者是任何一方面的人 對他們的侵害 還有我們今天不是為了一件事件 因為此先禮一開 這件事件對香港每一個示威者 每一個市民都是嚴重受到影響的 我們知道案主會去上訴 但是我們質疑就是 為什麼事主叫了非禮 警方而蒙動於衷 反而將她變被告 第二 我們覺得這一件不是個別事件 這一件是關注全香港市民 甚至我們每一個女性 都非常貼心的事件 就是警方怎樣對待性暴力事件 然後為什麼我們被非禮的受害人 會變成一個被告者 我們對這個現象或者這個情況 整體性我們是非常之憤怒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近幾年 警方處理女示威者的手法 有什麼不同的 我們的確是發現了 我們近期尤其是在佔中期間 是非常之明顯的 佔中期間有很多或者對方的示威者 會用非禮強姦 甚至警方都一樣 是用逐利翻境局 強姦非禮這些言語 性暴力或者性侵犯我們的女示威者 但是這種不斷的恐嚇示威者 尤其是恐嚇女性示威者 我們婦女團體也好 我們民間團體也好 沒有一個團體能夠接受的 如果一個公權力 它都變成一個性暴力的侵犯者 我們整個香港社會 是非常之會沉淪下去的 我們都諮詢過律師的 其實我們是沒有講及 案情裏面的詳細情況 我們今天來到 只是就著警方 控告女示威者 用控告襲警 這個是我們的焦點 究竟為什麼警方 會用這樣的方式 去控告女示威者 我們質疑 是否恐嚇一些女示威者 令到她不能再出來 去參與社會運動 我們對於這個裁決感到不公義 還有我們覺得這個判決 根據報道所說的判決 其實是有謀弄的 對於所謂女性 面對性騷擾的時候 她應該怎樣去保護自己 艾菲利是一個常識 我覺得如果這個判決是這樣說的話 都是整體推翻所有關於 情報性騷擾的教育工作所做的功課 但是擔心你們所說的事情 但是擔心你們所說的 批評法官的事情 可能會不會 我們剛才絕沒有批評任何的法官 也都沒有就個別事件 作出任何評論 我們再次強調 我們今天走得來警察總部 我們第一個要針對的 就是警察用這些條例去控告示威者 這個是濫暴濫告的一個表現 第二 這一件案件 我們對結果是表示無奈 而且覺得是荒謬 因為作為婦女團體 我們做了多年的工作 我們對非禮和性暴力 也都有一定的定義 第三 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的社會 法治的社會 不只是單是法律或者一些個案 我們是有共識的 我相信現在在座站在那裡的記者朋友 或者我們的參與者 或者是訪問每個香港市民 什麽叫做非禮 什麽叫做性騷擾 什麽叫做性暴力 一定有一個社會共識的定義 但是現在這一個判決 的確有為常理 所以我們今天對個裁決的結果 是表示很無奈 但是我們沒有罵到任何人 絕不作任何人身攻擊 我們大是大非必須表態 異政時停 謝謝 我們沒有證據可以看到 究竟警察是否有心非禮 還是女士主 亂禁喊非禮 其實我們也不排除 有可能性就是 女性可能真的錯誤 運用他們身份 亂禁喊非禮 作為一個政治動機的話 我們怎麽樣可以去回應 這個指控 當一個女性她叫了非禮 和覺得有人非禮強姦她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作為公權力 是應該執法去審查 去檢查 去檢控這件事件 跟著加入法庭去判決 而不是由我們個人判決 但是很明顯這件事件 這個女士主是叫了非禮 警方沒有去逮捕任何人 也都沒有作出任何調查 相反女士主是被告的 接下來你們會有什麽 去再進一步的行動 即是說現在正在等上訴 你們自己本身作為副理團體 會不會怎麽樣去做法 我們會繼續關注事件的進展 是怎麽樣 也都支援受害人 她現在面對的情況 還有我們都會繼續呼籲 不同的團體 繼續去關注這件事 因為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而是整體香港市民 怎麽樣看今時今日 那個警察的濫捕濫告的處境 那這個是我們最憂慮和最關注的事 是 可不可以講一下文貴政策代表 什麼政策 講一下什麽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名字和那個title 今天其實我們是 差不多有二十幾個的發起團體 介紹這兩個名字 我是代表婦女參選網絡劉佳怡 我是新婦女協進會 是 我們今天是有二十一個團體 發起這個行動的 和參與這個行動 好